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新鲜是哪是在里 欢迎收看由绿原电动车冠名播出的 说是哪里 我是老季 刚才大家伙看到这一幕 猛一看 可能很多人的反应是 像是在拍电视剧 而且呢 还是那种场面非常火爆 打斗异常激烈的警匪片 不过老季我要告诉你 您刚才看到的 那是前不久真实发生在 四川省卢州市旭涌现的一幕 这鹤枪实弹的公安民警和武警战士 正在全力围捕的 是几名歹徒 这歹徒一边驾车逃窜 一边还向追捕他的民警开枪射击 这火力还很猛 我们就冥枪射击 这个时候他就把车车打开 准备就是啥的 面对歹徒的富裕顽抗 追捕小组立即从后面射击歹徒驾驶车辆的轮胎 这一招果然奏效 人在打包以后就开饭了 这个时候 吹上攻击 看到下来的 三四公子 十三逃跑 这伙歹徒究竟是什么人 如此亡命啊 光天化日之下 这面对警方的围捕 不仅向警察开枪射击 甚至还扔炸弹 要说这伙人 那确实是一群无恶不作的亡命之徒啊 每个人都犯有严重罪行 咱先来说一下 这伙人中为首的意味 杨世军 南 1981年出生 四川省续永县迎山镇人 曾因涉嫌抢劫 乔诈勒索 故意杀人等多起暴力刑事案件 被公安部列为A级通缉班 杨世军虽说只有28岁 可在当地呢 已经是劣迹斑斑罪行累累了 五年前 年仅23岁的他就幻想着 在所谓的江湖上扬名立外 干一番大事 于是啊 就投靠了当地一家地下赌博厂的老板 替这个老板呢 催收非法赌债 这催收赌债这活 靠的就是暴力 打打杀杀 这从干上这个活那天起 打架砍人 就成了这杨世军的家常便饭了 第一个案子是举重动工 就是帮赌场老板收赌债 那么赌场老板呢 就安排了 这三顶外国老板 就把这顶外国老板 他们讲出来 在第一次要债的过程中 杨世军就杀了人 背上了第一条人命 可是他不仅没收敛 而且是在严重违法犯罪的道路上 是越走越远 这又接二连三的 犯下了好几起答案 罪恶行径 那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后来这杨世军啊 纠集了15个人 组成了一个犯罪团伙 流窜于浙江 贵州 重庆 云南等地强劫杀人 敲诈勒索 是无恶不作 这在浙江 面对警察追捕的时候 杨世军竟然还杀害了一名女警察 杨世军在浙江杀害了女警察之后 为了逃避警方的追捕 是四处潜逃东躲西藏 流窜到过好几个省 后来他突然意识到 这最危险的地方可能就是最安全的 所以在2009年 他就逃回了老家四川 卢州 在虚永县躲藏了一段时间 之后 这杨世军觉得警方抓捕他的风声 好像已经过去了 于是又重操就业 再次纠集了一些无业游民 开始实施疯狂的暴力犯罪 杨世军一伙人来到当地的地下黑赌场 实施抢劫 当街的瓦砂抢了印杂的赌场 抢了一个自家抢劫 抢了一个抢劫 然后说 昨天下午用来这个抢劫 抢了几次了 抢了几次了 抢了几次了多了 最近都几次了 杨世军用了 拿了一只手枪 比着他们的头 然后另外一个同伙 拿了一个自身的手 让他们来对他们进行威胁 杨世军这次逃回老家之后 反对行为变得是更加疯狂了 除了抢劫 黑赌场 还以武力威胁进行敲诈勒索 这当地有煤矿 这煤矿的矿主 就成他勒索的对象了 他们还四处收取保护费 不给就动刀动枪 就干起了电影里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那套勾当 在杨世军犯罪团伙的 威胁下 当地的煤矿老板和工人们 整天都人心惶惶 杨世军不仅敲诈勒索有钱的煤老板 就连当地的村民也不放过 最厉害的那些刺激 那就是包了一个这种长安区 直接开在我的家中口 然后就直接下来 是如果年轻的跟老婆的团 就直接下来 把周围一家房子 马上就跟我 把我把某些围都 然后就冲进我的围 冲进我的围 这被敲诈的村民一家 就靠着吉姆博田为生 根本就拿不出钱来 无奈之下 他们只好背井离乡 把他列为了A级通缉犯 去年8月30号 被杨世军抢击的受害人 来到公安局关 报案说 有人发现杨世军驾驶的汽车 出现在了旭永县境内 警方接到信息后 迅速封锁了进出旭永县的 各个交通要道 第二天上午9点20分左右 敦守的民警 发现了杨世军驾驶的车辆 发现了杨世军 面对警方的追捕 杨世军等几名歹徒疯狂逃窜 在警方的追逐和枪击下 杨世军等人乘坐的车辆 翻进了路边的排水沟里 四名歹徒从车里爬出来 分别向四个方向逃窜 这时候周围居住的村民听到了枪声 纷纷跑出来观看 围捕人员怕误伤到群众 不敢向歹徒开枪 只能徒步追击 有村民告诉警方 他看到主犯杨世军 从汽车里爬出来后 急持了一辆摩托车 沿着小路往山里逃去 发现了杨世军的踪迹 警方立即组织了侦察员狙击手 带着警犬进行大范围的搜捕 就在这时 警方突然发现了一枚新鲜的脚印 正当搜捕人员沿着脚印搜寻的时候 脚印却突然没了 警方又在脚印发现地的四周搜损了半天 也没有发现任何屋子 杨世军好像一下子蒸发掉了 按理说警方这次围捕行动 事先早就做了充分的布置和准备 应该说杨世军这几个人就是插翅也难逃的 可接下来他偏偏就出了意外 使得原本无路可逃的歹徒在警方面前突然消失了 警方的包围圈开始不断的收缩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茫茫深山里始终再没有发现杨世军等人的影子 此时山里突然起了大雾 能见度变得非常低 这给搜捕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歹徒逃脱的方向原本就山高林密 再加上突如其来的大雾 杨世军等人借助大雾的掩护 暂时得以了逃脱 而在歹徒汽车的现场 警方搜查了杨世军曾经乘坐的车辆 民警在车上有了重大的发现 你将这把东西进行建立 发现这把东西里面就是楼库 四枚自制的把握装置 它是用红榴饮料瓶 灭封 灭封号的上面有导写 我们通过请专家进行鉴定 真正是遥控的把握装置 六枚自制的遥控炸弹 要不是追捕的时候 随后警方当机立断 打爆了杨世军驾驶汽车的轮胎 这会儿亡命图很可能就会将这六枚炸弹给引爆了 或者说是扔向在后边追赶的警方 后果真是不敢想象了 这种炸弹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随后警方就进行了引爆试验 两个实验都可以 这一枚自制炸弹的威力 甚至都超过一枚手榴弹了 而且还可以遥控引爆 杨世军这伙歹徒 那犯罪确实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了 如果不把这伙儿给抓住的话 那还不知道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 而且他们手上还有没有这种炸弹 有的话还有多少 谁也不知道 这警方经过随后的走访调查发现 自从2009年杨世军潜逃回卢州之后 就开始威胁敲诈当地的矿主企业主和村民 而且屡屡得手 靠的就是这些自制炸弹和从黑市收购的枪支 这次追捕行动 这因为遇到了大雾 让杨世军跑了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气眼嚣张狂妄的杨世军 后来竟然公然的向警方挑衅了 把这威胁电话都打到了县公安局的指挥中心 说什么 你们甭把我逼急了 逼急了 我跟你同归于尽 而且还要报复你的老婆孩子 那么这警方会采取什么措施 来抓捕这个狂妄而又亡命的黑老大呢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说实在里 稍后为您解密 网上发帖卖孩子 竟然声称是自己的亲骨肉 那说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挺厉害的 因为我觉得身边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是玩笑 是骗局 还是真有歧视 说这个要卖小孩 这个人 比较急着 急着要钱 出卖亲生骨肉 是什么让他如此疯狂 庭人现场 争论激烈 卖亲生孩子 算不算是拐卖儿子 拐卖两个子 根本用不到我那上面去 因为孩子是我自己所谓的拐卖 因为人不是商品 不是谁可以买卖的 出卖亲生骨肉的父亲 近期为您解密 静静观众 亡命之徒一流的炸弹 揭开了捍卫 疯狂素揽的魅力 别人的手盘区里面就受一下 但是就把别人 这个手盏就霸烂了 胆大狂徒肆意妄围 竟公然挑衅警方 我就只有跟你同意已经 我保护你 重型武器遥控炸弹 警方该如何不货 他是不是往台上来 往前提了 我一下懵了一下 我在想怎么会那么快 追捕亡命黑老大 说是拉里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王爷回来 咱接着说是拉里 前面说公安部的A级通缉犯 四川卢州旭永县人杨世军 于去年潜逃回了卢州 还是继续纠集一批亡命之徒 四处敲诈勒索 危害一方 当地警方经过侦查 在旭永县 一处乡村公路上 设下了包围圈 围捕杨世军 虽然在抓捕中 警方把杨世军 驾驶车辆的轮胎给打爆了 可是狡猾的杨世军 却趁着大雾 又逃进了深山 侥幸的躲过了 警方的这次抓捕 这次逃脱之后 杨世军犯罪团伙的气焰 是更加嚣张了 没有任何收敛 仍是频频作案 警方多次在杨世军 敲诈的地方设下了埋伏 可惜每次都被这家伙给溜掉了 这时候的杨世军似乎觉得 警方拿他也没什么办法 竟然公然的向警察挑衅了 把这个威胁电话 打到了县公安局的指挥中心 他的意思就是说 杨队长请你放我一马 他说我是没有敏感的人 我是别失之人了 你给我一段时间 让我去整个几十万 上百万来 给我的这个破两人民生活 那个时候 我再来投案之后 如果你把我逼切了 你要逼我 要追捧我 把我逼往死路 我就只有跟你同归一进 我报复你 还是你的父母 你的孩子 在哪里我就清楚 这人常说 老天要让一个人灭亡之前 必先让他疯狂 看来这杨世军 就是被这老天催促的是抓了狂了 竟然打电话到公安局挑衅 扬言要报复民警的家人 这话说的的确是太狂了 那也就离灭亡不远了 这面对杨世军的威胁 公安民警是没一个害怕的 反而是坚定了 要尽快抓住这个亡命图的决心 可是这个杨世军的确挺狡猾的 他是四处流窜 那警方到底该如何掌握他的行踪呢 时间转眼到了今年的三月份 对于四处流窜的杨世军 警方一时难以确定他的准确位置 就在这时 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传来 由群众反映 杨世军的贴身干将文德亮 出现在了他的租住屋里 警方立即调集兵力团团包围住了文德亮的住属 文德亮不在家 原来他正打算潜逃 被敦守的另外一组民警逮了个正招 警方连夜突击审讯了文德亮 当天晚上他就交代了杨世军藏匿的落脚地 这位进一步抓捕杨世军打开了突破口 文德亮交代 一个月前杨世军在临近的古令县城租了一套民房 跟他的妻子和儿子住在一起 警方立即派出兵力 暗中控制了杨世军所住的居民房 并对房屋周围的环境进行了勘察 勘察发现要想在这里逮捕杨世军 将会遇到很多的麻烦 他的妻子 儿子都在这个房子里面 第二就是他们的周围全部是居民楼 这个也不便于我们就是狙击 强行攻击 一旦如果引起这个杨世军的警觉 这个他有可能两种 第一种是将他的妻子 儿子作为人子 不便于我们措置 第二 他有可能劫持 那么就是他所居住的附近的老百姓作为人子 杨世军所住的那套居民房正处于闹市区 车流 人流量都非常大 一旦对他实施抓捕 他随时都有可能挟持人质 富裕顽抗 而这也是他惯用的逃生手法 看来强行突入屋里抓捕 风险会很大 这并不是一个妥当的办法 如果要在外围抓捕 那就必须先搞清楚杨世军什么时候外出 并设计好了最佳的抓捕时机和地区 我们中国他的同伙 问得了要掌握他的活动规律 他每天都是这个时间 1点到4点那个期间 要开车到许云来 找来去老板 要喊他们要拿钱 随后警方又连续蹲守了几天 通过秘密观察 终于证实杨世军的确是每天下午1点到4点都会从家里出来 出来之后他将会走过一条500米长的街道 然后到一个停车场去取车 按说这条街道就是抓捕他的最好地点 可是街道正处于闹市区 而杨世军的身上很有可能会随时携带枪支和炸弹 一旦抓捕过程中出现了意外 就会引起群众的恐慌 甚至可能伤及到无辜 警方又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发现 杨世军走过那条500米长的街道 进入停车场之前 还必须要穿过一条较为狭窄的巷道 而这里相对要比较闭塞 非常适合抓捕 警方经过仔细的研究制定了两套抓捕方案 一个是在向道的附近埋伏警力 等杨世军从那通过的时候 一举拿下 如果一旦发现他有开枪伤人或者是拒捕的意图 就采取第二方案 让埋伏的狙击手开枪击倒杨世军 然后再迅速的控制住他 2010年3月10号 下午2点左右 惩罢一方的黑老大 身负两起命案的犯罪嫌疑人杨世军走出了家门 他是不是往谁上来往前了 他肥腿有包包 黑黑黑衣服是不是 这个啥子包包 是不是阿滴孩子 阿滴孩子留在库是不是 可是接下来 杨世军的举动 却让埋伏的民警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电话里面就说的是杨世军已经向停车场方向去了 把他的着装给我描述一下 着装还没完全描述完的时候 这个和我在一起敦俘的中案迷景就说来了 我当时我一下 确实把我一下懵了一下 我在想怎么会那么快 原来从家里到停车场 杨世军一般步行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可是这一次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步行来到停车场 而是搭乘了一辆摩托车 像风一样的很快就来到了停车的地方 根本就没有给埋伏在巷道附近准备伺机抓捕的民警 留出一点的反应时间 此时来到停车场的杨世军已经在摸车钥匙准备开车走人 就在杨世军打开车门的一瞬间 他和担任狙击的武警打了一个照明 这让狙击手的心里不时一惊 在我下来以后他盯着我 我看到他他就抓了这包包的时候 我就反手就把他抢一个起来 因为我看到抓包包 我看他当时腿就有所动过 可能我当时的伏机 就是说事后以后我想一下 我的伏机很有可能同时想逃跑 同时也想去把他的炸弹或者说手枪 或者同归于地 就在这危急关头 狙击手果断地向杨世军扣动了扳机 杨世军瞬间被击倒在地 林警从他的包里收出了防五四式手枪一支 和遥控炸弹的起爆器 随后警方在杨世军的出租屋里 又抓获了他的两名同伙 还缴获了防六四式手枪一支 AK47仿真冲锋枪一支 四日爆炸装置九枚 还有大量的砍刀 至此这杨世军犯罪团伙是彻底覆灭了 在几个小时 在将近七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我们社会里面基本上不能外出 全部在吃喝 吃喝基本上不能进食任何东西 一个是防止为了防止吃的东西 或者说喝了水 有可能要上厕所 这些问题 就只能去克服 就在车子里面一直蹲守 经过七个小时的艰难蹲守 警方终于将作恶多端 危害一方的黑社会团国打掉 由于杨世军受伤过重 虽然经过全力抢救 但最终还是在医院里 结束了他短暂而又罪恶的一生 其实我的心里面面的感觉 并不是很舒服 因为在案情通告之前 我知道他和我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是一个同样 都是80年代的人 而同时他有家事有孩子 是两个孩子 然后有母亲 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 在这些任务之前 我就想他来了 最好是抓不住 能把他抓捕 当时向杨世军开枪的 这位武警副中队长说 在他开枪的那一瞬间 其实他是非常希望 能够将杨世军抓获的 好接受法律的审判 可当时的情形不能这样了 如果不开枪的 杨世军就会做出更加疯狂的举动来的 当然了 不管是被开枪击毙 还是被抓获 这个无恶不作之徒 再也干不了坏事了 这警方通过艰苦努力 终于是打掉了这个黑恶性质的犯罪团伙 杨世军的同伙是全部落网 杨世军的确是个罪有应得 如此穷凶极恶 无恶不作之徒 离开这个世界 当地老百姓是拍手称快 因为他罪恶生命的结束 会让很多人的生活 恢复往日的平静 好 今天故事就说到这儿 稍后咱开始抽奖 谁将获得我们栏目送出的一千元奖金 说是哪里 稍后问您解密 39年的舞台生涯 他用生命塑造了一个革命军人的感人形象 王老师什么的热 他自己亲自编排创业的热 是我见过最好的一次 一个老演员的博信连续 为什么会牵动无数人的心 王老师不在了 我们都要把节目排练好 演出好 用我们精彩的节目 来祭奠我们的老指导员 舞台烈士的身上 还有了多少感人 那一瞬间的拥抱 那一瞬间的握手 那一瞬间的眼泪 我想可能平常人是看不到 生命的绝唱 说是哪里 近期为您解密 近期观点 一根长五厘米的绣花针 扎入了女婴的脑袋 孩子因此痴呆 却坚强地生存着 究竟是谁如此泯灭人性 丧尽天良 母亲怀疑是孩子奶奶所为 好像觉得有四个女孩子 就不满意了 奶奶却说 这是媳妇的报复 她的意思是 弄高全老百年 警方介入调查 真凶让人感到震惊 有这个针 打入这个小女孩老口里面 让她死 死老口生不自规不救 女孩头里的绣花针 说是哪里 近期为您解密 敬请关注 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故事分分秒秒正在发生 看社会 徒扬法治体 品人声 彰显 道德力量 事不说不清 理不拉不理 老季和您一块 说是哪里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 由绿元电动车 冠名播出的 说是哪里 下面咱开始抽出 本期的幸运观众 开始 停 恭喜手机132 说是哪里 尾号2899 来自山东早庄的朋友 获得我们栏目送付的 1000元奖金 我们将会尽快 和您取得联系 把钱寄给您 如果您想了解 我们更多精彩节目的话 也欢迎您登陆 起路网 好 有事您说话 有理大家了 我是老季 感谢收看 我们这次节目 明天的同一时间 咱接着